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让我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跟大家分享 但其实我预备这段讯息的时候 如果我早一个礼拜来 可能就最贴切 因为我盼望这个讯息 帮助大家在属灵上 能够随旧营生 我希望这个讯息可以帮助大家 在属灵上熟旧营生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段经文的背景 是在这个试诗记的一个故事 这个经文的背景 在四世纪的一个故事 我给他一个题目 叫做奪回属灵的阵地 我给他那个题目 就是夺回属灵阵地 其实试诗记 不同的试诗的出现 都是神兴起一个人 称为试诗 来到夺回属灵的阵地 四世纪不同的人的出现 就是神兴起一个人 然后施诗夺回属灵的阵地 当然在旧约的里面 他们真的要夺回那个土地 真的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要夺回那个土地 因为试诗记之前的一卷书 是称为约书亚记 四世纪之前的一卷书是约书亚记 神带领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说 整个地已经给了你们以色列人 神带领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说整个地都交给以色列人了 只要你们赶出这些外邦人 拆毁他们的偶像 整个地就给了你们 只要你们赶出外邦人 猜毁他们的偶像 整个地都是属于你们的 但是试诗记一开始 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试诗记一开始 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 当约书亚 当以色列人一个很强的领袖去世之后 当以色列这个很强的领袖去世之后 以色列人就并没有赶出这些外邦人 以色列人并没有赶出这些外邦人 他保留了他们留在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地方 他保留他们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 甚至跟他们这些外邦人的女子通婚 甚至跟他们外邦人的女子通婚 后期都离弃耶和华神 拜这些偶像 后期他们离弃耶和华神 拜这些偶像 拜偶像不是一件我们现今 好像去个庙拜神这么简单的事情 拜偶像不是像在我们这样去庙拜神 以往的旧约年代的拜偶像 是通常代表一个淫乱的行为 以往的拜偶像就是一个淫乱的行为 因为比如举个例 拜巴力 什么叫巴力呢 就是拿一个男性的生殖器官来拜 什么叫拜那个巴力呢 就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官来拜 就是说保守他 他好像中国人拜多仔佛 那样厚裔繁衍 也都保守他农作物 可以是更多的生产封条与顺 就是让巴力祝福他的意思 就是让巴力去祝福他们农作物封条与顺 让他们的子女女繁殖更多 然后很多时候这个拜完巴力 这个淫乱的偶像的背后 同样有一个妓院在这个庙的后面 拜祭完这个偶像巴力之后 有个妓院是在后面 所以这个庙背后 是一个可以说给一些人拜祭完之后 有一个妓女的一个服务 所以说这些人拜祭之后 有一些妓院的妓女的服务 所以在这个圣经背景里面 是有很多淫乱的事情 跟这些外邦偶像连在一起的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淫乱的事情 跟这些拜祭偶像是相连的 所以若书亚记进入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很紧张就是说 以色列人要赶出这些外邦人 拆毁这些外邦偶像 不要参与这些淫乱的行为 所以若书亚记说要赶出这些外邦人 赶出他们 然后不要跟他们有淫乱的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的就是 史思纪一开始来说的就是 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支派 他们并没有奪回 神应许给列祖的全部的土地 但是这些以色列的民族 没有赶出这些外邦人 没有奪回这些神给列祖全部的土地 没有奪回神应许给列祖的全部土地 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神的恩典 或者约书亚的吩咐而有改变 以色列没有因着神的恩典 或者约书亚的吩咐也有改变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千万不要拜偶像 要脱离和分别为圣 圣洁的属灵的子民 因为神的吩咐就是要脱离这些偶像 要分别为圣洁的属灵的子民 但是当他们去到一个很惨 来到去被这些外邦人攻打 攻击他们的时候 但是他们到一个很凄惨 被外伴攻击攻打的时候 他就向神哭了 他们就跟神哭 神啊救我们 神啊救我们 然后神其实都很想离弃他们了 神已经很想离弃他们了 但是在《史诗记》里面来说 因为纳约的缘故 《史诗记》说因为立约的缘故 这个是covenant 是一个立约 covenant跟我们现金 我们去买买房屋 那些签约的contract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covenant跟我们现在签房屋的签约 有最大的不同 covenant这个约是单向性 这个约是单向性的 就是神说我要给这些东西 神就说我要给你们这些东西 你不用做任何事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跟你签约不同 跟你签约不同 可能你去租楼 你是要每个月交租 你才可以住在那里 可能你要租房子 要每个月交租才能住在那边 但是covenant是不同 但covenant约不同 神纳这个约就是我要给这个土地你 给这个祝福给你 顾念这一帮以色列人属神的人 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 就是因为我定了这个约 covenant 我就是要给这个福气 神给他们这个事 因为他们神给了这个约 就是神自己要给他们这个福气 所以神在他们很惨的时候 就兴起一个士师 神在他们很凄惨的时候 就兴起一个士师 英文就称为judges 英文是judges 就是这卷书的名称 就是这段士师记的名称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循环 就是以色列人的背影 跟着神的审判 然后以色列人哭 呼求拯救 神就兴起了一位士师 这过程不断的循环 悖逆 审判 呼求拯救 神就兴起了一位士师 所以在这个 这个士师计第三章 例如第七节 你就看到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汗为恶的事 在第三章第四节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神 来到去侍奉了这些巴黎和亚瑟拉 忘记耶和华 他们的神去侍奉了 诸巴黎和亚瑟拉 来到这个三章十二节一开始 同样又说一句说话就是 以色列人又行 耶和华眼中汗为恶的事 十二节说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就是说已经之前发生了一次 接着在十一节说 国中太平四十年之后 俄陀业死了 以色列人又一次 博弈了 所以这十一节说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基纳士的儿子 俄陀业死了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是神对这个屡次博弈的以色列人 仍然是满有恩典 和满有忍耐的 以色列人对这些屡次叛逸的人 仍然有安典和忍耐 当然在整个诗诗句里面 其实知道以色列人最终 最后去到诗诗的二十一章 他们都是伯役神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四十一到二十一章 他们还是悲逆神 兴起了不同的诗诗去救他们 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 他们又一次离弃神 又去拜偶像 兴起不同的诗诗去帮助他们 但是过了几十年 他们又离弃神 又去拜偶像 然后整卷书 当然我们知道最后 最荣耀 最完美的一个拯救者的出现 这最后一卷说 是最后最荣耀 最完美的一个拯救者的出现 就是整个旧约里面所指向的 将会有一位尼赛亚的出现 就成为一个永恒永远的拯救 其实也就约起到 弥赛亚的出现 就是永恒永远的一个拯救 当然这个尼赛亚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弥赛亚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但是在这个《诗诗记》三章十二至三十节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能够提醒我们 怎样夺回我们自己的属灵阵地 十二节到三十节 要提醒我们怎么夺回属灵的阵地 我们来看十二至三十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十二节说到 以忽是被神所兴起抵抗外邦人的 十二到十八节是以忽是被生起抵抗外邦人的 然后去到十九节开始 以忽就用一个妙计来刺杀伊稽伦王 十九到二十六节以忽就以一个妙计刺杀伊稽伦王 然后去到二十七至三十节 就是正式来到去战胜 带领以色列人夺回当时的土地 或者这个称为镇地 二十七到三十节就是 以忽带领以色列人夺回当时的土地或者镇地 这个圣经的故事是非常之峰回路转 在很多儿童主义学不同的场景都经常提及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崩溃路转 很多儿童主义学经常提到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些细节 我们需要来去解开 才能够明白到那个具体 神拯救和以忽妙计的暗杀的行动 这个故事要我们去解释 才能明白这神拯救这个细节的妙计的成就 我们看回三章十二节 刚才我们看过就是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汗为恶的事 十二节说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如果我们看回三章六节 你就会知道 他们恶的事就是娶了外邦的女儿为妻 或者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姨子 来到去拜那些偶像离弃耶和华神 这个就是他们行了神眼中汗为恶的事情 他们行中恶这事就是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将这些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侍奉他们的神 然后神就容许这个摩鸦王 这个外邦人的王伊基伦强胜 攻击以色列人 神就使摩鸦王伊基伦强胜 攻击以色列人 然后伊基伦强 不只是自己攻击以色列人这么简单 他组成一个外邦人的联盟 因为十三节 他找了亚文人和亚马力人 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 伊基伦强遭亚文人和亚马力人 去攻击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像一个军队这样攻击他们 然后十三节说他们占据一个地方 叫做中树城 十三节说他们占据中树城 中树城是什么地方呢 中树城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现今的耶利哥 就是现在的耶利哥 因为这个地方在若旦河旁边 是最多中树的地方 是约旦河旁边最多中树的地方 因为若旦河旁边 其实我们现今去以色列地 我们称为是一个死海 是犹大抗野 是很荒谬 是没有淡水的 那边是一个死海 它很荒芜 是没有淡水的 所以没有任何树 没有任何农作物 可以在那里生长 没有任何树 农作物可以在那里生长 唯有一个树 就是中树 在那里非常多 很繁盛 很多的果实出来 唯有中树在那边 很繁盛 很多果实接出来 上次去过以色列的电影节目 就知道 我都带了你去耶利哥城 我们还试食了那里的中树 我们也称为棕树 我们吃了很多中东的椰棕 上次跟大家去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 我也带大家吃了这些棕树的椰棕 英文叫date 英文是那个棕 所以这一班的外邦人 他们来到这个联盟 就来到攻打 占据了中树城 占据了耶利哥城 这些外邦人联盟 就攻打了以色列人 建筑了中树城 这个对以色列人 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 这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记得约书亚记 神带领约书亚一开始 由摩西他死在现今我们称为约旦的地方 又或者是称为山上来去祷告 但是他不能够进到加南地 约书亚第一次攻进去就是夺取耶利哥城 约书亚记的时候 约书亚记的时候 约书亚第一次攻取就是耶利哥城 第一个攻取的城就是耶利哥城 但是这个最早攻打佔他的城 现在都竟然落进去这些外邦人的手 这个第一次攻打战胜的城 现在居然落入外邦人之手 意思是说 神是说 本来耶利哥城是第一个拿的城市 接着你要拿了整个以色列土地全部的城市 但是现在竟然连最先的土地的城市都没有了 耶利哥城本来是第一个攻打战胜的城市 但是后来就是最后还是没有了 而且这里十四次说 以色列人还要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 于是以色列人还要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 这个服侍的意思是受苦的意思 服侍就是受苦的意思 做奴役的意思 做奴地的意思 就是说你已经是成为人的手下败将 成为人的手下败将 差不多好像回去出埃及记 在埃及围奴的府房 好像出埃及记在埃及围奴的苦旷 所以去到十五次 以色列人就觉得很惨 当十五节他们就觉得很凄惨 他们呼求耶和话 向神叫救命 他们哭求耶和华像他叫救命 神就来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 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这个就是称为辩雅敏人以忽 这是辩雅敏人以忽 这个人非常特别 他非常特别 他是左手辩利的一个以色列人 他是左手辩利的一个以色列人 我们中国人就叫做左腰 我们叫左手的人 你知道在以往数千年前 在当年的传统 左手辩利不是一件好事 在很多年前的左手辩利并不是一个好事 正如中国人的传统都一样 就中国人的传统一样 以前去到我ophophic的年代 在我爷爷奶奶的年代 我弟弟本身就是左手的 我弟弟本身就是左手的 我爷爷妈妈就随时就说 总的都要去迫他们去训练用右手 我爷爷奶奶就经常训练他要用右手 左手就不好 就是低等 左手就是不好 是低等的 吃饭逼他用右手为的医歹 吃飯強迫他用右手拿筷子 讀書寫字逼他用右手拿筆 讀書寫字也是強迫他用右手拿筆 我弟弟每個禮拜 我爸爸媽媽帶我們去爺爺媽媽家 吃飯見面他就感覺到很大壓力 每次我弟弟去爺爺奶奶家裡吃飯 他就覺得很大壓力 當然來到現今這個年代 可能我估計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上一任總統奧巴馬都是左手的 上一任總統奧巴馬也是左手人 現在很多研究還說左手的人可能特別聰明 他們現在有些研究說左手的人特別有能幹特別聰明 但是數千年前的猶太人的歷史 數千年前的猶太人的歷史 跟中國人的歷史都是好似的 跟中國的歷史很相似 就是覺得你不是屬於大規模用右手的人 你就是怪物 所以這個人的成長其實不顯眼 他是一個怪物 很多猶太人看他是低等的人 這是好像這個人的成長 好像怪物一樣 猶太人看他是一個低等的人 當然他左手便利 也對他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技能 左手便利對他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技能 因為其他人用右手 他就是左手 他可以做一些令人出其不意的事情 所以因為其他人用右手 他用左手 他可以做其他人不知道出其不意的事 當時當然他跟以色列人 來合起來有一個計謀 他就跟以色列人一個串謀的事情 以色列人就託他 你送一份禮物給摩鴨王伊基倫 他們就叫他獻一個禮物給摩鴨王伊基倫 然後以色列人就把一個兩人的劍 就來到去放在他自己的衣服裡面 所以以色列人就打了一個兩人的劍 放在他衣服裡面 這個劍大概是長一爪 即是現今的長度大概是一尺多些 他放在他的右腿上衣服裡面 然後他就將禮物獻給摩鴨王伊基倫 將禮物獻給摩鴨王伊基倫 在十七節這裡說 這個伊基倫王是極其肥胖的 原來伊基倫極其肥胖 然後這個以色列人獻完禮物之後 就將台禮物的人打發走了 以庫簽完禮物就將台禮物的人打發走了 第十七節我們知道 當然這一份禮物是什麼呢 那我們實際上看到這些禮物是什麼呢 經文裡面在中文英文聖經就沒有很明顯的記載 中文聖經沒有很明顯的記載 但是其實在英文或者希伯萊文裡面 這個禮物獻祭Tribute 這一點其實是有少少是一種獻祭的味道 所以很多的估計 聖經背景的估計 通常都是跟食有關 這個獻祭在西伯萊文英文好像就是 跟獻祭是有跟食物有關係的 特別聖經也都給了一個提示 就是伊基倫王是極其肥胖的 聖經也提示伊基倫王是極其肥胖的 如果你獻一些是跟食有關的東西 這個王就當然是很精神的 你獻祭吃的東西 這個王一定很精神的 因為他是很喜歡吃東西 因為他很喜歡吃東西 所以才這麼肥 所以他才能這麼肥胖 你還獻一些好吃的東西給我吃 你還獻一些味道好的東西 當然是即時人就清醒了 馬上人就清醒了 然後這個乙婦很特別 他就令到自己處在一個 我們稱為比較honorable 就是稱為一個沒有了除蟲 沒有了視蟲 一個是一個很易受傷害的狀態 因為他將那些除蟲 抬禮物的人都打發走了 伊庫這班正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好像他很孤單的 他把抬禮物的人都打發走了 當然這些抬禮物的人 可能他抬了農產品來 食物送給這個王 就不像我們現在去賀年 就這樣買曲奇餅 很輕的 可能是幾噸幾噸的東西 送給這個王 所以很多人抬這些食物來 然後就叫這些人可以打發走 將他們叫走他們 抬禮物的人 可能是很多人 他們要抬很重的東西 一起把這些農舟獻給這個王 然後這個乙婦也都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去了一個地方 是靠近吉甲鑿石之地回來 以後就靠近吉甲鑿石之地回來 靠近吉甲鑿石之地回來 靠近吉甲鑿石之地 其實在原文或者參考中文的 呂振宗易本 是有一個比較貼切的解釋 呂振宗易本 對這個有一個比較貼切的解釋 這裡他就說 從靠近吉甲的重雕像那裡回來 所以你說從靠近吉甲的重雕像那裡回來 然後就說有一件機密的事情 要奏告這位伊基倫王 這個機密的是要奏告這位伊基倫王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一個情景 你可以想像一個情景 以忽就說了 以庫說 我剛剛去完這些拜偶像的地方 我剛剛從那個拜偶像的地方回來 現在我有一個訊息給你 我有一個機密的事就告 正如中國人的農曆新年都有類似的情況 中國人農曆新年有類似的情況 可能你剛剛去完車工廟求那支籤 可能你剛剛去一個廟宇求一個籤 去完天后娘娘那裡拜神 拿了個信息 可能去天后娘娘那邊拿一個信息 去完王大仙那裡獻了些東西 得到一些啟示 去王大仙那裡得到一個啟示 以忽的意思就是這樣 以庫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去完一些偶像的地方 有一個特別的信息 現在要講給王聽討 我去一個拜偶像的地方 得到一個特別的信息 要告訴王 那王呢 本身他都是一個外邦人的王 都是拜偶像的 這個王是一個外邦人的王 他本身就是拜偶像的 他就當然以為是好事 他當然想是一個好事 所以他來到去跟那些隨從說 就是說迴避吧 他就跟他的隨從說迴避吧 所以就叫他左右士納的人都退去 於是就叫左右士的人都退去了 所以去到一個情況就是 以忽那些隨從 抬禮物的人都走了 以庫那些抬禮物的人都走了 皇帝左右的隨從 事後他的人都離開了 往左右士的人都退去了 只有皇帝和以忽這個士師 一對一來去談了 就是得所有這個狂跟士師以忽 一對一這樣子聊 因為以忽說 說我在偶像那裡有一個信息要傳遞給你 也以庫說 我在偶像那裡有一個信息要傳遞給你 然後他就來到皇的面前 他就來到皇的面前 然後就來到他說 我奉神的名報告你一件事情 我奉神的名報告你一個事 王就竟然在座位上面站起來 王就竟然從座位上站起來 這個極其肥胖的王很少是願意站起來的 極其肥胖的王是很少願意站起來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間教會是不會有的 但可能你在其他地方 三四八磅一個的美國人 突然間要站起來 當然有一些特殊事情 你可以想像一個三四十磅的人 突然要站起來一定是有個重要的事情 然後以忽在這裏二十一節 就是在他這個王出其不義的時候 就伸出他的左手在他右腿那裏 來到他拿把劍出來插進去王的肚腹 以忽在二十一節就便伸出左手 從右腿上拔出劍來刺入王的肚腹 連劍靶即是這個靶手的地方 都刺進去王的肚腹裏面 連劍靶都刺進了王的肚腹裏面 然後這裏二十二節也都同樣 呂鎮宗日本有一個更加貼切的翻譯 二十二節呂鎮宗日本有一個更貼切的翻譯 因為在和合本這裏說 且穿通了後身 他根本說且穿通了後身 但正式的翻譯其實是連份也流出來了 正式的翻譯是連份也流出來了 所以很抱歉在農曆新年 要談及這些事情 很抱歉農曆新年要談這樣的事情 我知道平時如果我來講道 或者其他穆者傳道人講道 你下個禮拜主日回來 你都忘記了講什麼了 平常如果其他人來講 到底下個禮拜主會葵 可能你忘記了上個禮拜講什麼 今天這一篇道 我就容許大家 你午飯之前 你就可以忘記這篇道 那這裡就是說連份也流出來了 這裡說連份也流出來了 因為這個細節和之後經文的發展是非常之吻合的 這個經文跟後來的發展是很吻合的 然後這個儀佛當然是很機智地離開了那個地方 將樓門進都關鎖 以後就很機智地離開那個地方 將樓門進都關鎖 這個樓門不像現在普通的一道門那麼簡單 這個樓門不像我們普通的一個門一樣 因為這是一個皇宮 這是一個皇宮 你要想像的就是好像北京故宮 你要想像好像北京的故宮一樣 一道門是很高很大的 這個很高很大的門 很多個鎖 很多的鎖 所以這裡說他要將門進都關鎖 原本是眾宿 這隻門進都關鎖 原本是眾宿 就是說要鎖很多的鎖 就是說要鎖很多的鎖 因為是一個很高大的門 是皇帝的家 是皇宮宮殿 不是普通一道門那麼簡單 因為皇宮是皇的家 所以不像普通一個門要很多的鎖 然後儀佛在二十四節說 出來之後皇的伯仁就回到那裡了 以庫出來之後 王的伯仁就回到那邊 他見到樓門關鎖 他們這些伯仁就開始談論一件事情 看見樓門關鎖 他們伯仁就開始談論一個事情 就說皇帝一定是在樓上大解了 就是王必定是在樓上大解了 因為剛才二十二節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刺殺是令到他連份都流出來了 因為二十二節說到他刺殺的時候 他連份都流出來了 所以就令到這些左右徐從的人誤會了 以為這個王在上面大解 就讓這隻徐從誤會了 以為這個王在上面是大解 然後他們等了很久很久 因為他們等了很久很久 這班士兵就等凡了 所以士兵就等凡了 就見為何王還不開門叫我們進去 這王為什麼還不開門呢 我們還要服侍他 我們起碼要為他潑線 夏天潑線 冬天要開暖爐 要服侍王 沒理由這麼久都不叫我們進去 我們要服侍他 要開暖爐 要潑散 為什麼還不叫我們進去呢 所以士兵等了很久 就拿鎖匙來開了 不料 他們見到這個主人伊基雷牧 已經死了 倒在地上 就拿鑰匙開了不料 他們的主人已經死了 倒在地上 然後他們在這個擔悟的時候 其實伊基雷已經走了很遠 在他們擔言的時候 伊庫已經走了很遠 然後他也去到 以法蓮山地吹角 他就帶以法蓮山地吹角 吹角的意思是呼召以色列人士兵準備 吹角是呼召以色列人士兵準備 跟著伊庫衝去耶利哥城 跟著伊庫衝去耶利哥城 伊庫已經在前頭帶路 伊庫在前面帶路 因為他獻禮物的時候 已經知道了皇宮的不同的格局 所以他在獻禮物的時候 已經知道皇宮的路線 所以能夠指揮以色列人士兵 如何攻打皇宮 奪取那個聖 所以他可以指揮以色列人士兵 如何攻打奪奪伊利哥城 然後這裡二十八節講到 二十八節 就是說耶和華已經將你們的籌敵摩額人 交在你們以色列人的手裡面 耶和華已經把你們的籌敵摩顏交在你們的手中 他們跟著伊庫下去的時候 同一樣東西 他們將逃走的後門就是約旦河都封住 他們把逃走的後門約旦可也封住 因為耶利哥隔離就是約旦河 所以封住那個地方 令到摩額人是一人都不能逃脫的 守著約旦河就要摩額人 一個人也不能過去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他將所有外邦人擊殺 是有一萬人的 其實所有外邦人約有一萬人 所有強壯的勇士 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 都是強壯的勇士 勇士沒有一個人逃脫 然後摩額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 國中太平八十年了 這樣摩額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國中太平八十年 所以看見這個故事 就是吻合了史詩記的循環 這個故事就吻合了史詩記的循環 他們離棄偶像 被人欺壓 做了一個奴隸 他們離棄偶像被人欺壓 做了一個奴隸 但是神興在一個事詩 拯救他們 曾欺起一個事詩拯救他們 讓他們再一次打聖仗 奪回那個土地 讓他們再一次打聖仗 奪回他們土地 趕出外邦人 趕出外邦人 拆毀這些偶像 拆毀這些偶像 再一次成為聖結的國民 再一次成為聖節的國民 再一次來去單單敬拜 侍奉耶穫華神 再一次再單單侍奉敬拜耶克華神 當然來到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不是以地上的土地來爭奪 今時今天的時候 我們不會以地上的土地來爭奪 但是信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信徒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神 主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的時候 就是神 主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位置和身份上 我和你都是一個聖徒 在位置身份上 我跟你都是一個聖徒 所以保羅來到叫哥林多教會的時候 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縱然他有軟弱敗壞這個教會 都稱呼他們做聖徒 所以保羅寫先給哥倫多教會 既然他們有軟弱敗快的時候 他也稱呼他們為聖徒 我和你在位置上都是聖徒 我和你的位置同樣是聖徒 都是聖徒的國民 都是聖徒的國民 但是聖徒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聖徒並不是我們的行為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聖徒 耶穌基督的聖徒 是因為祂的救恩 因為祂的救恩 但是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來了 當我們位置上是聖徒 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去到那個地步 實際上我們沒有到那個地步 我們仍然要追求屬靈的事 去到一個聖結 或者叫做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 我們要追求屬靈的制度 要效法耶穌基督榜樣 這個就是我們在地上生活的時候 要追求的事情 這是我們在地上生活要追求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要奪回屬靈的陣地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所以奪回屬靈的陣地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神本來被我們得救了之後 我們能夠有了所有聖結慈愛 憐憫人 人愛喜樂恩慈良善 所有美好的事情 這個生命都給到我們 神讓我們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聖結慈愛恩典這些都領到我們 但是可能我們信了耶穌一段時間 這些地方已經失守了 這些地方已經失守了 正如以色列人那樣 神是本來給了那些土地 但是他失守 神原來給了他們這些土地 但是他們失守了 信徒可能都會有很多已經失守的地方 信徒也可能有一些失守的地方 在眾多的事情上面 我點出兩點 我認為我自己覺得是很有負擔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眾多事情當中 我點出兩點 覺得是有負擔的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跟我們現今在美國有很大關係 第一件事 這是現今我們在美國很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要戰勝這個世俗化的消費主義 要戰勝世俗化的消費主義 我們要奪回的是心靈上的滿足 我們要奪回心靈的滿足 而不是買禮物 購物欲給我們的滿足 而不是購物欲給我們的滿足 因為很多時候購物 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越買越空虛 購物很多有個情況就是 越買越空虛 我講這一個應用的時候 首先我要講一件事 是表示悔改的 不是因為以前我是購物狂 不是因為我以前是購物狂 而是因為我以前 未做全導人之前 我的工作 是一個 在商學院裡面 教導市場學 我以前在購物神學院之前 工作是教導市場學的 就是Marketing 就是市場學 Marketing市場學 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市場學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當時我教我的學生 當時我教我的學生 就是你要用盡一切辦法 就是你要用盡一切辦法 賣很多的廣告 賣很多的廣告 要令到廣大的消費者欺騙他們 要廣大消費者去騙他們 怎樣騙他們 那怎麼欺騙他們呢 就是要將他們的needs and wants混淆 就是將他們需要的 和他們想要的困擾他們 將他們的基本需要 和他們的慾望混淆 將基本需要和慾望困擾 令到本來其實是慾望 根本不是他需要 都令到讓他覺得是他的需要 將一個本來是慾望的 變成他是覺得是一個需要 譬如舉一個例子 其實你去買一輛車 其實你去買一輛車子 可能是普通的日本、美國的車 駕到性能好就可以了 就好像普通的日本、美國車 能開就好了 但如果我來到去教我的學生 他去做一個Benz那裡做的話 當時我教導這些學生 他們去工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教導 你一定要用廣告 迷惑所有人 駕Benz 才是你的基本需要 不是慾望 這不是慾望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要在神面前悔改的地方 這是我覺得 我在神面前要愧改的地方 這個也是現今在美國 甚至在世界各地都是 因為現今經濟掛稅 都是要以市場推廣 市場學來迷惑 或者不要說迷惑 來推廣使你 令到你去購物 這是在現今的世界 都是一個促銷 來讓人有扣勿入 所以我們忘記了 我們的心靈的滿足 就是我們能夠 因著任何的事情 好像保羅那樣 或是豐富 或是卑賤 他都覺得滿足 我們要想保留 跨世豐富 跨世卑賤 我們都有心靈的滿足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在他心裡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在我們心裡 當然這個戰勝 就不是說你日後 經過Maisy 你就要搏爛這個百貨公司 不是你經過Maisy 就要打破他的玻璃 又不是說我見不到見不到 不是說我看不見看不見 而是你要想起第一 你心靈上 有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滿足 第一你想心裡上 有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滿足 第二你就是想起神的國度 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你要想神的國度 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可能是自己教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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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教會裡面 一些患難的弟兄姊妹 孤兒寡婦的需要 可能是教會裡面 困難的弟兄姊妹 孤兒寡婦的需要 可能是世界各地 一些宣教士 或者其他貧窮的地方的一些需要 可能是世界各地各地 宣教是貧窮地方的人的需要 你因為愛的緣故 自己忍住 不去滿足這些購物的慾望 來幫助這些人 不要去滿足這些客戶的願望 去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奪回 這個心靈的滿足 就是我們奪回心靈的滿足 奪回這個屬靈的陣地 奪回屬靈的陣地 讓神使用我們的生命 使用我們所擁有一切 來祝福其他人 讓神使用了生命 使用我們所有的一切 去祝福其他人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第二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現今很多時候 這個世代的人 心靈上的掙扎是很大的 現今世界上的人 心裡面的掙扎是很大的 我稱為 這個是奪回內心的釋放 我稱這個是奪回內心的釋放 因為愛有勇氣去搖滑別人 因為愛有勇氣去搖滑別人 現今我看很多的調查 就發覺 很多人 從幼稚園開始已經depressed 很多人從幼兒園開始 已經有憂鬱症了 這個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這個很嚴重的事情 無論在美國好 香港好 台灣好 中國大陸好 竟然小時候的人都開始說 有自殺的問題 無論在世界各地 都有人說 有小的時候 就說有自殺的傾向 心靈的脆弱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是不能夠應付這個世界上的壓力和衝擊 心靈的脆弱到一個地步 是不能應付這個世界上的壓力和衝擊 而很多時候 有一件事我們覺得要做的就是 第一 我們要想的就是 如果我們自己做起的 就是要搖滑別人 第一個我們從自己做起就是可以搖滑別人 有很多時候我們的抑鬱壓力 不開心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一些人 一些事 你一想起 你就很激氣 可能我們憂鬱壓力 不開心的時候 有些事令到我們一想起 我們就內心很鬱悶 可能這個是你工作上的老闆 可能是你工作上的老闆 真的很不公平 真的是很不公平 對個同事這麼好 對我這麼差 對那個同事很好 對我很糟糕 或者可能這些更加埋身的人際關係 或者更接近的一些人際關係 可能那個你所生氣的人 是你的父母 那是你濃露的人 你的父母 是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兒女 是你身邊的親戚朋友 你覺得他這樣做 很多年前這樣做 或者說過這些話 實在很得罪你 你覺得很多年前 他所做的事情得罪了你 你想起就很生氣 你想起就很生氣 看到他就想走另一個方向 看到他就想轉頭走了 這件事情 其實對很多人 是一個很大的捆綁 這樣的事情 對很多人是一個很大的捆綁 我以前都在教會裡面募會 我以前在教會募愧 我認識一些人 他心裡面不能夠釋放的 就是他很生氣一個人 他心裡面不能釋放 就是他心裡面很氣憤一個人 他生氣那個人 其實那個人已經去世了 他氣憤那個人 其實那個人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自己就是放不下 他自己卻放不下 他就是很生氣 他就是很生氣 所以頂之我們要想的 就是我們要奪回 我們內心的釋放 我們要奪回內心的釋放 我們要想辦法求神 幫助我們用他的愛 他的恩典 讓我們心靈裡面 能夠將這一份的恨 來放下 我們要求神 讓他的愛和恩典 讓我們心裡面這份恨去放下來 遙恨人並不代表你要馬上跟他和好 遙恨人並不代表你要馬上跟他和好 遙恨是我們自己個人 放得低那個人或者那件事 就是我們個人能放下這個事情 或者這些人 不代表你即時跟他和好 不代表你馬上要跟他和好 你可以將兩樣東西分開 你可以把這兩個事情分開 當然你能夠合在一起 又遙恕他又和他和好 當然是最理想的 當然如果你跟他又遙恕又可好 這是最理想的 但是有時你生氣一個人 很憎恨一個人 可能那個人都不知道 可能你很氣憤一個人 很憎恨他 他也不知道 那你自己是受苦的人 你自己就成了受苦的人 但是他仍然在過一個 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仍然在過一個很自由的生活 他仍然過著自由的生活 因為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盼望我們自己內心要釋放 在神的愛 他的真理的裏面能夠釋放 在神的愛可以在裏面釋放 由於我幾個月前 剛剛去參觀一個彭柯麗的家 我幾個月前參觀了彭柯麗的家 這個人可能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未聽過 他是當時 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荷蘭的基督徒 他是二次世界之間 一個荷蘭的基督徒 他當時是在一個納粹黨的背景 去了荷蘭 即是德國的納粹黨 去了荷蘭 要去捉那些猶太人 他是德國納粹黨的 去了荷蘭要捉那些猶太人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密室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密室 上次幾個月前 我帶了一群弟兄姊妹 去參觀他的家 以及參觀這個密室 我們去參觀他的家跟密室 他就是在家裡睡房那裡 找了一個牆 有一個洞 給一些猶太人 可以躲進去 他就在家裡睡房的地方 找了一個洞 讓猶太人可以在裡面藏起來 然後當納粹黨來他家裡的時候 要去找猶太人的時候 要捉這些猶太人去集中營的時候 就找不到了 所以納粹黨來到他家 要捉捕這些人的時候 他們就找不到了 但由於這個彭埃利 他救了很多猶太人 彭埃利救了很多猶太人 有很多猶太人 就是納粹黨走了之後 那些猶太人也是走 離開去其他地方 很多以色列人就離開了 所以後期有些人 就通風報信 說給納粹黨聽 然後最後納粹德軍 抓了彭埃利去集中營 有很多人通風報信 讓他們知道 彭埃利要抓了他 所以彭埃利後期的生活 他都在集中營那裡過 彭埃利後期的生活 是在集中營度過的 當然去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他都能夠得以釋放 而且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他得以釋放 由於他是一個基督徒 由於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就周圍去分享他的見證 他就周圍去分享他的見證 就是第一 他因為愛的緣故 來救這些猶太人 第一 是因為愛的緣故 他來救這些猶太人 他也因為愛的緣故 願意搖述這些納粹德軍 因為愛的緣故 願意搖述這些納粹德軍 因為後期他去到一個歐洲的地方 來講一個報道會 他在後期去到歐洲講一個步道會 他在港台上作見證的時候 在講台做見證的時候 他留意到後面的位置 他留意到後面的位置 就是當年抓他入集中營那個納粹德軍 都來了那個報道會 就是當年捉他進集中營的納粹德軍 也來到這個步道會 他講完信息散了會之後 他講完信息散會之後 他就走過去跟這位納粹德軍說 希望他都能夠信耶穌 他走過去跟這位納粹德軍說 希望他也可以信耶穌 然後彭柯來表達他的願意愛 接納和搖述這個德軍所做的事 然後你願意去搖述 用愛去接納這位德軍所做的事 所以等於盼望 你能夠去追求的是 我們內心的釋放 所以弟兄姐妹 盼望你可以追求 是我們內心的釋放 恩著愛 來有勇氣去搖述這些 你認為是得罪你的人 因為愛有勇氣去搖述這些 你覺得是得罪你的人 當然有些人 是可能真的刻意得罪你的 可能有些人是刻意去得罪你的 但是亦都有一些人 可能是因為誤會的緣故 或者是在眾多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些客觀環境的狀況 他都被迫這樣做 可能是因為他們一個客觀環境 或者因為誤會的緣故 他們做了這些得罪你的事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仇恨放開我們的內心 是令到我們自己受苦的 無論如何仇恨在我們心裡面 是讓我們自己受苦的 所以盼望艇指我們能夠 在新紀一年奪回這個屬靈的陣地 我們能夠隨舊迎生 奪回我們心靈的滿足 我們能隨舊迎生奪回心靈的滿足 奪回我們內心的釋放 奪回內心的釋放 我們一同有禱告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我們讚美你 因為你讓我們能夠經歷你的愛 你的恩典 讓我們這些這麼不完美 而且是滿有罪的人 可以能夠被你的補血遮蓋潔淨 亦都被你的恩典拯救 讓我們能夠在你面前謙卑 學習你的話語 能夠在這個地上 我們仍然有面對很多的掙扎衝擊 無論是世俗的主義 周邊的人 很多是不完美的人 生活的場景裏面 我們能夠靠主得勝 靠主經過 靠主得平安 得喜樂 願你來帶領我們 祈祷謝恩奉耶穌的名字 那麼… Thank you